今天为你解读的是 人生很短 你要做个聪明人 这本书的中文版 大约24万字 我会用20多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解书中精髓 如何做一个聪明人 或许你很努力 却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或许你懂得很多道理 却越来越迷茫 或许你出入职场 对一切还懵懵懂懂 这本书也许能够助你 走出迷茫和困惑 帮你找到人生的方向 人生很短 你要做个聪明人 是一本口碑励志书 可能有人会觉得书名很鸡汤 但实际上这本书干货不少 哲理性和思辨性都很强 有人性的剖析 有深刻的见解 可以说是一本年轻人的人生指导书 本书作者叫做乌满兰江 是作家和自媒体人 擅长写历史 创办了心学讲武堂 微信公众号粉丝超过二百万 平均阅读量达到十万家 累计阅读量超过三亿 获得了百万次赞赏 他文笔锐利 思想深刻 出版的著作已有六十余种 代表作有 推背图中的历史 神奇圣人 王阳明等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概况和作者情况 接下来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一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人生很短如何做个聪明人 第二个重点是如何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第三个重点是如何提高自己的思考质量 首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人生很短如何做个聪明人 作者认为聪明人首先擅长的就是选择 一个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再做选择 选择事业伙伴 选择丈夫或妻子 选择职业 选择朋友 选择圈子 鸡汤中常说越努力越幸运 但实际上努力的人这么多 成功的人又有几个呢 那些成功的都是选择明智的人 当大家还对电商不了解 不相信的时候 如果不是马云的坚定 怎么会有如今的商业帝国阿里巴巴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只有在对的方向上努力才是成长 否则你走得远 说明你错得越多 一个人的选择 与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系 与他的事业和格局有关系 苏格拉底认为 不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有些人则认为 每天按时上下班 回家刷剧就是幸福 当然 我们不能说人生选择有高下之分 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 有什么样的选择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工作和生活 是由三五年前的决定产生的 而今天的选择 将决定我们三五年之后的样子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那就要改变你一贯的选择模式 聪明的第二个标准就是 社交能力强 情商高 作者在书中说 乖孩子容易失败 因为社会看的不是你乖不乖 而是合作的能力强不强 一些家长和老师 常把乖和听话这两个词 作为评价小孩的标准 但实际上 很多小孩之所以乖 并非因为聪明懂事 而是因为太胆小 不擅长和人交往 儒家思想是不鼓励所谓的乖孩子的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 记文章 说的就是我们要懂得世事 人情 懂沟通 但我们现在的教育 缺失了人格和情商的教育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在乾隆时期 美国人飞骑 发明了人类史上第一艘蒸汽船 蒸汽船比木制的帆船 不知道先进了多少倍 为了这个发明 飞骑耗光了所有家产 但令他意外的是 蒸汽船在运河上跑了几个月 居然都没有一个投资商和资本家参股 最后飞骑在拒债的压力下投河自杀 戏剧的是 就飞骑死的那一年 美国人富尔敦之后 也发明了蒸汽轮船 富尔敦这人非常善于交集 情商特别高 轻易的就找到了赞助商和投资商 蒸汽船也很快得到推广应用 先在历史课本上 蒸汽船的发明人写的就是富尔敦 而不是飞骑 你很可能会同情飞骑 明明是他先发明的蒸汽船 为什么却得不到这个荣誉 但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 总是奖励那些会说话 会合作情商高的人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要成功就需要社会和他人的支持 需要资源和团队 聪明的第三个标准是 不与人争论是非 网络上各式各样的争论从没停息过 就连男明星和女明星恋爱 两边的粉丝都能在网上 恰个你死我活 以前有一群大学生组织区贴吧 报了韩剧粉的吧 事后才发现 原来韩剧粉吧里 都是一些读初中的小女生 一群大学生居然成群结队 取诈初中生的场次 很讽刺 作者认为大部分的争论都是没必要的 讨论问题需要合适的对手 向水平高的人请教 对水平差的微笑 不与智者变 不与语者争 这是聪明人的规范 聪明人的第四个标准 要尊重和体谅他人 每个人都只知道 自己的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 而不知道别人已经经历 或正在经历些什么 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 却总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这是不对的 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也会多一份智慧 聪明人的第五个标准 做个有追求的人 多做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个财经记者 总结了多名创业者的创业成败情况 发现真正影响创业者事业的是家庭 那些成功创业者的另一半 一般是事业性的 或者包容性的 否则就容易后院起火 现在很多女性都非常努力 升职加薪 风生水起 这对男人的事业也有帮助 不管是女人和男人 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追求 这个追求也可以指精神上的追求 最长情的爱是相互崇拜 梦想和追求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光环 聪明人的第六个标准 头脑清晰 表达有力 大部分的职场精英 头脑非常清晰 表达口齿清晰 条理分明 世界著名咨询公司 麦肯锡 有一个30秒电梯理论 要求所有员工 都必须能在30秒之内 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管你要表达的内容 有多么复杂 而在工作中 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 说了半天却没有重点 PPT上百页 却不知道到底要表达什么 做一个思维清晰 表达有力的职场人 会让你更出彩 第七个标准 不指责 是建议 西方国家极力推崇 批判性思维 甚至有本畅销书的名字 就叫做批判性思维 但批判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只是用批判的眼光 去看待问题 对问题不仅没有帮助 甚至会起反作用 因为人天性是自我的 对待他人的批评 第一反应就是否定 指责对我们来说 意味着对自己的智力 和人格的否定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 所以尽量少批评 多建议 聪明的第八个标准是 知人性之繁杂 守心灵之单纯 郭德纲在写给儿子 郭麒麟的信中 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一世极不容易 登天难 求人更难 黄连苦 无钱更苦 江湖险 人心更险 春冰薄 人情更薄 过去有句话 既落江湖内 便是博命人 是啊 整个社会何尝不是江湖 人性复杂难测 日本推理作家 东野归吾说 这个世界上 最让人难以直视的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依然要保持一颗 单纯的心 这样才能享受 内心的安然与淡定 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自寻烦恼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 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人生很短 如何做个聪明人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 说第二个要点 如何通过知识 改变命运 我们常说 知道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其实 这两者本就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就像做数学题 我们可能背了很多公式 但是不一定会解题 人生的道理 其实就是人生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一些公式 而精彩的人生 就像是解一道道数学题 作者认为 在下面三种条件下 可以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条件一 利用非惰性知识创造实用价值 什么是惰性知识呢 是指那些碎片化的 零散的 孤立的 能够刻意回忆起来 但是无法在生活中应用 并且解决问题的 而非惰性知识的重要特点 就是能够与实际生活相连 孔子的学而实习之 不易悦乎 与王阳明 知行合一 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者都是注重将知识进行实践和应用 我们听说的那些道理和知识 只要没有作用与行动 就和我们的人生没有关系 胡适说 人生本没有意义 做一件事便有了一件事的意义 我们人生的价值取决于 你有价值的生命实践 我们因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心 在生活中践行那些 你获得的道理和知识 这是生命的乐趣 我们也能做一个人生的学霸 出彩地完成生命的课题 商业社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 我们要通过知识改变人生 就必须通过知识为别人创造价值 如果一个人读了很多书 而且能够应用知识 并且创造出价值 那么自然就会融入到 社会化大生产的链条当中 现在所处的知识付费的风口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整合成大众需要的价值 自然就会有人愿意买单 我们必须让知识在大脑里跑起来 作者说得很对 这个世界很客观 它像你索要最简单的实用价值 如果没有 那么你掌握的知识 就不会帮到你分毫 条件二 必须是真正的知识 此际应备的不是知识 知识先知后识 知是一个孤立的点 而识却是一个纵深展开的面 是对原理的认知 是对体系的了解 巴菲特的合伙人 查理·芒格讲过一个故事 普朗克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得奖后便受邀在各个场合进行演讲 每次演讲的内容都差不多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 连给他开车的司机 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了 司机有次就对普朗克说 教授啊 你每次讲的都是一样的 要不下次我来听你讲吧 你啊 就好好休息一下 普朗克答应了 等演讲的时候 司机果然上台了 对着一群物理学家口若悬河 背得非常的完整 和真正的普朗克没什么两样 不料讲完之后 有个教授问了一个专业的问题 司机笑着回答说 你问的太简单了 我让我的司机回答一下 讲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佩服 这个司机的临场反应能力 查理·芒格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知识分两种 一种是真正的知识 一种是知识表演 而很多人并没有掌握知识 只是像普朗克的司机一样 学会了知识表演而已 巴菲特说 一个人至少要具备两种能力 第一个是能够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 第二个是能够辨别哪些是知识 哪些只是知识的表演 网络让我们获取知识变得异常容易 所以我们更要警惕 避免成为一个知识表演者 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了解背后的规律和原理 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条件三 构建知识体系 最核心的知识分三类 分别是数学 逻辑和哲学 数学讲究的是精确 逻辑虽然抽象 但也很准确 我们的知识体系 就是要靠逻辑推理而形成 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开始 作者认为 除了数学 逻辑和哲学这三门 其他的科学都只是假设性的 是一步步验证 蓄伪存真的过程 书里举了一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喜欢看西医 但西医的科学化时间并不长 在2000多年以前 西医治病简直就是蛮干 他们信奉体液学说 认为人生病 都是因为血液太多了 所以不管你是骨折也好 还是肿瘤也好 先跟你放血再说 现在想想都可怕 但这就是科学求真的过程 我们要学会 用数学或者逻辑的工具 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把大脑中的那些 散乱的知识点串起来 这个体系可以分为 七个步骤来完成 分别是观察 分析 预判 行动 矫正 结果和反馈 这七个步骤 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金鱼的记忆 不止七秒 作为一个零散的知识点 没有什么用 但如果我们把单纯的 在网上搜索知识点 改为体系性的搜索 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从最初的观察开始 进行分析 预判行为 采取行动 进行矫正 等等 最后获得结果和反馈 这一切就变得有价值 我们也会从这个过程中 形成体系化的认知 现在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让很多人担心 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吴小波说 工具虽然会淘汰人 但是他只会淘汰那些 大脑保守 没有形成自我思想体系的人 作者也非常认同这一点 互联网必将淘汰那些 低端运用者 淘汰那些只会搜索知识点 而缺乏知识体系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 如何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下面来为你说说 最后一个重点 如何提高自己的思考质量 人最怕的不是家穷 而是心穷 西楚霸王项羽 勇猛无敌 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心态穷 即使属下有再大的功劳 也不愿意任何人 从他这里得到好处 心穷的人不少 作者一个朋友在酒楼吃顿饭 仅仅因为酒楼赚了他一元的筷子钱 就气得全身发抖 王小波也曾在文章中 写到一个奇葩邻居 家里并不缺钱 但是却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垃圾 弄得周围臭气熏天 但这个邻居 为了让纸箱更大秤 更是把纸箱尽了尿液 简直是心穷到家了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格局太小 思维方式太穷 我们常说穷人最缺的不是钱 是优秀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思考的质量 决定人生的成败 而思考的质量 与阅读紧密相关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阅读 大家对知识的渴望 也越来越强烈 但作者认为 阅读要注重方法 选择好书 讲究循序渐进 一个人的阅读过程 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部 阅读纯娱乐小说 这是阅读的起点 主要是培养兴趣和敏锐性 这一阶段 很多人已经完成 只停留在这一步的人 会因为缺乏深度而无知 第二部 是阅读传统的经典小说 比如中国的《红楼梦》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基督山伯爵》等等 相对于纯娱乐小说 传统的经典小说 不满足于简单的人物结构 也有更高的智力含量 这类小说 在剖析人性上非常深刻 能够给读者 更多观察人性的视角 第三部 是进入使者领域 这类书 有梦的解析 理想国 社会契约论等等 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大脑开始体系化 在这个阶段的读者 品位是高雅的 第四部 是思想领域 有了前面使者的基础 我们也才能读懂 大量的思想点击 这部分的书有 猜想与反驳 从逻辑的观点看 等等 至此 我们的思考 才会突破 狭隘的利益或者价值 更多的考虑 延展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认为 只有到了这一步 我们才算是个读书人 但是真正的学有所成 就必须要突破第五步 也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这五步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既有深度 也有广度的人 拥有看透人生的智慧 和俯瞰问题的全景视角 能够解脱自我和外部环境 强加的束缚和羁绊 获得精神与现实的多重自由 当然一个人要获得智慧 并不只有阅读一种方式 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最好的教材 但读书无疑是一条捷径 因为几千年 人类思想的精华都在这里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 做一个聪明人的八条标准 分别是明智地做选择 社交能力强 情商高 不与人争论是非 要尊重和体谅他人 做个有追求的人 多做有意义的事情 头脑清晰 表达有利 不指责是建议 知人性之繁杂 守心灵之单纯 其次 我们讲到了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三个条件 分别是 利用非惰性知识 创造实用价值 避免做一个知识表演者 而要掌握真正的知识 了解背后的规律和原理 构建知识体系 形成体系化的认知能力 最后 思考的质量 决定人生的成败 而思考的质量与阅读紧密相关 阅读讲究方法 可以按照五个阶段 循序渐进 第一步 阅读纯娱乐小说 第二步 阅读传统的经典小说 第三步 是进入使者领域 第四步 阅读思想领域的书 最后是第五步 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完成这五步 我们的思想将会既有深度 也有广度 获得俯瞰问题的全景视角 解脱自我和外部环境 强加的束缚和羁绊 获得精神与现实物质的多重自由 感谢观看